好的有关住户抱怨水质不干净是和管线有关的 而实际上自来水管线泰换的问题 台北自来水事业处从民国95年起开始实施 为期20年的管网改善及管理计划 要来泰换双北总长3500公里的老旧管线 但是呢永和区秀朗路一段 因为台电还有中华电信的管线 是以水泥来固定的是无法进行更换 管线老旧会不会对水质有影响 还没有更进一步的答案 但实际上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有泰换管线的计划 却受限地下管线重叠的原因难以施工 因此永和区公所也表示 邀请相关单位来会看后 要求业者提出改进的计划 并且呢会以统一施工的方式来进行 避免路面多次开挖造成更多的影响